女婿,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拿出一千六百万给你小舅子买婚房娶老婆,第二现在就跟我女儿离婚,你选一个吧,看是我女儿重要还是你的钱重要。 别打离婚吓唬我,离就离,难道我怕你吗? 妈,你别无理取闹了行吗?我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给我把嘴闭上,这没有你说话的份,他今天要是不把一千六百万拿出来,你们就给我离婚。 小刚刚想说什么,这时候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小刚的话。 小刚,不好了,出大事了,你赶紧回家一趟,爸又及时跟你说,关乎我家的未来。 爸,出什么事了,我现在这边有点要紧的是走不开,你有什么话就在电话里说吧。 咱们老家估计不拆迁了,已经六百万的拆迁款也没了,这可咋办呀。 爸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说不拆就不拆了呢?怎么能言而无信,这也太气人了吧。 这也没办法,我听说是因为上级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不在我们老家投资了,说我们村没有投资的必要了,要换一个村进行发展。 我也是刚从社区得到的通知,邻里邻居挤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爸,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做了个重要的决定,我决定跟小美离婚了,我们的婚姻被我那丈母娘搅和的已经要散了,你不会怪我吧? 离了也好,我同意,你丈母娘一看就不是傻好人,一共才两千万的拆迁款,居然要额我们一千六百万,真是太不要脸。 再说了,这钱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这种家庭,咱们耗不起,你说八十八万八的菜里都收了,还迟迟不肯让女儿过门,居然还要八万的三斤,咱将哪有这么多钱给他们,真是贪得无厌。 你要是继续和他们纠缠下去,以后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糟,赶紧及时之损吧。 爸,听你这么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了,小刚,还有一件事忘了跟你说,你亲生母亲今天要回来了,他说想见你一面,好像是身体出了问题,恐怕失日不多了,虽然他从小就把你抛弃了,可他毕竟是你的生母,到时候你跟他要好生好气的说话,不要让你母亲情绪太激动。 爸,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其实这些年我也挺想他的,看到别人有母亲的陪伴,我就很自卑,那没别的事,我就先挂了,我得赶紧去把婚给离了,免得夜长梦多。 刷到这条视频,证明你要转运了,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困难中,评论区打出转运两个字,定能扭转乾坤,天天好运来。 跟你们说个事,我爸刚才跟我说我们老家不拆迁了,上级临时改变注意了,所以两千万的拆迁款也没有了,更别提给你们一千六百万了。 妈,他肯定是不舍得给我们一千六百万,所以才故意演戏来骗我们,就是不想给我买车买房娶媳妇,咱们可不能上他的当了。 儿子,你真聪明,你要不说,妈还真有可能被他给搪塞过去了。 小刚,你真是太精明了,但是你的把戏让我识破了,为了不给我们钱,不择手段,我可告诉你,要么给钱,要么就进去跟我女儿离婚,没得商量。 妈,我不想跟小刚离婚,这些年不管是对我还是对这家,都已经够好的了,你怎么能不知足呢? 如果我要跟他离婚,那我恐怕就找不到像小刚这么好的男人了,我求求你,能不能别逼他了,行吗? 小美啊,妈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好,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她不敢的。 有什么不敢的,赶紧进去把婚离了再说别的,没工夫在这里跟你们墨紧,真是浪费时间,既然你们执意要离婚,那我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小美,咱们现在就进去办理手续吧,抓紧时间,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再无半点瓜葛,见你们一面,我都嫌脏。 张无良和小舅子本来只是想吓唬一下小刚,可没想到小刚却来真的心想着这种能为他们家全心全意付出的女婿不好找。 于是马上改口道, 等一下,这婚还不能离,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我只是想考验你一下罢了,看看你对我女儿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你说你跟我女儿都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怎么让你就离啊,难道就这么经不住考验吗?你可不能意气用事啊。 是啊,姐夫,你可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稀里糊涂地把婚离了,那样你对得起我姐吗?你那拆迁款我们不要了,还不行吗? 以后你跟我姐好好过日子,我姐这么爱你,你可不能辜负了她呀。 你们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啊,这些年我在你们身上花的钱少说也有五六十万了吧,收起你们的小心思吧。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了,我老家是不可能拆迁了,你们想要的那一千六百万也没了。 对了,还有件事,别跟你们说,我亲生母亲又回来了,听说是得了绝账,要回来治病的,以后我还得给我母亲花钱治病不说,还得花时间陪陪我母亲,你们看能不能把我之前给你们的那八十八万八的彩礼还给我啊。 姐,她这种家庭咱们可耗不起啊,你嫁过去也是遭罪。 闺女啊,这种病治起来就是个无底洞,你还年轻,可千万不能做傻事啊,你也不想把咱们这个家拖垮吧,你要嫁过去了,那岂不是狼入虎口?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要是这样,我看咱们还是好聚好散吧,毕竟我还年轻,还有更多的选择,我不想余生过得那么艰苦,我还没有做好跟你一起吃苦的准备。 行,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离婚之前,你们是不是应该把那八十八万八的彩礼退还给我?我好拿着这个钱给我母亲治病,毕竟我们只是领了证,还没办婚礼,我们之间就不算真正的结婚。 做什么白日梦呢?你都跟我女儿领证了,在法律上那也是夫妻,只是没白酒席罢了,所以说这八十八万八的彩礼不会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 你们不肯退就算了,就当喂狗了。小美,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真的确定要跟我离婚吗?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就不再考虑一下吗?我们只要进去民政局的大门,可就没有回头之路了。 没什么好考虑的,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照顾,我很感激你,这段时间你给我带来的快乐,可既是不同往日,你家又是那种情况,我真的无法接受,希望你能理解。 那好吧,咱们现在就进去办理手续吧。 半个小时候,好了,现在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理好了,我们好聚好散,以后也别再联系了。 闺女呀,你别难过,她家里本来就穷,现在又多了一个病人,也没什么好留念的,妈再给你找个条件好的,隔壁张仪的孩子就不错,跟你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你好好考虑,别伤心了,最起码我们已经挣了八十八万八了,这算是值了,走,我们也回去吧。 儿子,你可算回来了,这是你母亲给你的礼物,三套房子上面都写了你的名字,你母亲知道对不起你,所以这些都是向你道歉的,这是她在你婚前就办好的手续,属于婚前财产,你不用担心,你的丈母娘过来分财产。 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多出三套房产给我,还有我妈呢,回来我怎么没有看到她,你不是说她今天回来了吗,她人呢? 儿子,你母亲被查出了癌症,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她说临走前想见你一面,你看什么时候跟我去见一下她? 还是算了吧,二十八年了,当初她走的时候那么坚决,在我们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又在哪里? 这二十八年都是你把我拉着大的,你是又当爹又当妈的,这些年你不辞辛苦,照顾我长大成人,她有尽到一个当母亲的责任吗? 我是不会去见她的,我恨她。 儿子,你别这么说,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家,临走时就是想见你最后一面,难道这个心愿都不满足一下吗? 再说了,她都已经把三道房子过活在你的名下,也算是对咱们父子俩这么多年的补偿。 爸,虽然这二十八年里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她,可是一想到我那么小,她就把我抛弃了,我就没办法原谅她。 我从小就生活在自卑里,这世上怎么会有母亲能如此的狠心?我现在也不想要她的任何东西。 心都要碎了。 儿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恨她。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去见她一面,当年我跟你妈离婚,是因为我们感情不和,所以不能完全怪你妈,也有我的错。 这么多年我已经释怀了,她这次来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些遗产留给你,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她就是想在她临终前见你一面,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过几天她就要回深圳了,你难道真的不想去看看她吗? 那好吧,我妈现在人在哪里? 我把她安排在附近的酒店,你跟我一起过去吧。 孩子,这些年你受委屈了,是妈妈对不起你们呢?希望你能谅解。 这次回来,我就是想见你们最后一面,然后就回深圳了。 医生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开。 儿子,这卡里有三千一百万,还有在深圳有三套房产,都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算是我给你的补偿,听说你结婚了。 妈,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已经离婚了。 儿子,我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相爱的,现在你有钱了。 妈,我希望你能去挽回她,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只要你以后能过得好。 妈,这一趟就不算白来,明天我也可以放心回深圳了。 妈,你现在生病了,身边怎么没有人照顾你? 我看这样吧,明天我陪你回深圳,正好这段时间我想跟你亲近亲姐,我是你的儿子,我有义务给你养老送中。 就这样,陪着她母亲一起去了深圳,陪她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 两个月后,等把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又回到了老家,父子俩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别墅,半年后。 闺女出大事了,我小道消息听说小刚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别墅,现在通门都是开着豪车,你赶紧去打听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真的,那她当初有可能是在骗我们。 妈,你烦不烦呢?我跟她都已经离婚了,有啥好打听的,人家过得好不好,跟我们好像也没关系吧。 姐,你也不想想,这才多久时间,她哪里来的钱买车买房?依我看,当初你们离婚就是她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就是不想跟你结婚,才撒谎的。 你们别在这里瞎猜测了,她母亲回来致定不欠债就不错了,怎么能还有钱买车买房,搞笑了吧? 你个小屁孩,懂什么?我刚才特意找人打听了一下,原来我们都被她给骗了。 她母亲确实是得了癌症,但处于是晚期,就没在治疗。 去世后,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遗产,还有房子,要不然这才过去几个月,她就能在市里买车买房? 这也说不通吧,难怪那时候她那么爽快就答应离婚,八十八万八的彩礼说不要就不要了。 闺女啊,你赶紧想想办法,不能就这么算了。 姐,既然她现在这么有钱,我觉得你可以去找她复婚,如果这是能成,到时候说什么也要让她给我买车买房,不然就以咱们家的条件,我怕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了。 没错,这次你要主动点,当初离婚我看出来,她也很舍不得你,你弟弟能不能买房娶上媳妇就全靠你了,你们别想拿我当僵使。 当初你们的所作所为把她伤得那么深,你觉得我现在去找她还有用吗?我可不想热脸贴冷屁股。 你不去试试又怎么会知道呢?你们俩之前的感情那么好,只要你厚着脸皮去求她,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你先给她打个电话,实在不行你就说我出车祸了,需要很大一笔手术费,她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 闺女啊,你也知道你弟弟没钱没本事,你就帮帮她吧。 在母亲和弟弟的软磨硬泡下,女儿无奈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过去,没想到电话早就被拉黑了。 于是第二天,母女俩直接来到她的家门口。 你们母女俩来我家做什么?没事的话赶紧走,我这里不欢迎你们,脏了我的地方。 我家里出事了,我弟弟出了车祸,现在需要一大笔医疗费,可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你能帮帮我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抱歉,我帮不了你,别忘了,咱们都已经离婚了,而且你家的事我也不想掺和,你还是回去吧。 那我们能不能复婚,以前都是我的错,你能原谅我们吗? 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过得很辛苦,所以请你们以后别再打扰我的生活。 什么,这才多久你就找了别人,你可不能这么没良心啊,我女儿跟了你这么多年,难道你对她的感情都是假的吗? 我就说嘛,当初离婚的时候你也太无情了。 你爱咋说就咋说,我可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跟你家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就不要来纠缠我。 说完就离开了,张母娘气得咬牙切齿,转头就对女儿说道。 你这死丫头,你怎么就这样让她走了?你不是说她很听你的话吗? 妈,你让我说什么呀?这一切还不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这能怪我吗? 不怪你怪谁?我不管你用食妖办法都要跟她复婚。 她要是敢不答应,我就去告她,你跟了她这么多年,至少也要让她赔偿你的精神损失费和青春损失费。 我也不多,要给五百万就行了,我要这钱还得给你弟弟买车买房,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如果你要不回这五百万,那咱们就断绝母女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吧。